大肠直肠癌是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 而经济部工业局在中医大新竹副一 打造了全台首个超微创直肠癌手术平台场域 规划有手术室、病房以及居家三个临床平台 以机械手臂、手腕式血氧机等等的国产智慧衣材 要来提升这治疗的效能 灵活的机械手臂不只可以做手术 也能检查扫描、融入导航系统、了解病灶 推广国产智慧医疗、经济部工业局 在中医大新竹副社医院打造全台首个 超微创直肠癌手术平台场域 国内的医療器材其实是做得非常好 而为什么我们的国内医院都是不敢用呢 这在有一个性耐度的问题 所以这五年来,今天耐度第五年 其实我们在每年都会两家医院的合作 来做国内产品的医療器材的适用场域这样 经济中心就执行经济部工业局 这个医疗推广计划 所以我们就建过这种临床场域 把国内一些优秀的智慧医材 直接导入临床医院使用 那这样的话可以建立 临床使用的性耐度 跟临床回馈 让我们的医療器材可以更精进 平均三十七点四分钟 就有一人被诊断罹患大肠直肠癌 四十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 设置了手术室、病房、居家三个临床规划 包括微创手术时的记录整合 病床内生理体温量测 蓝牙手腕血氧机 及AI自安管控等 近一个月中 中医大就以机械手臂 为二十个病人治疗 开道中虽然戴上手套 但能以手势切换荧幕照相 回到病房的测量 也能自动上传数据观察 就能减少同诊的断层 往智慧医院的目标迈进 大部分机械手臂的代工来自台湾 国内有一定技术 能在国际市场发展 未来期盼将智慧医材 以临床平台的模式输出东南亚 提供病友更有效率 及品质的治疗环境